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十点不一样 您好我是钱丽如 我们首先先来看这个迟来的正义 是战争打了一年多 国际刑事法庭终于对俄罗斯总统普新下达了逮捕令 调查结果指出俄罗斯强制将乌克兰儿童 遣送到俄军控制区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国际人道法构成了战争罪 因此对普新下达了逮捕令 但对此克里姆林宫并不承认国际法庭的管辖权 认为逮捕令不具效力 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表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 可是问题来了 外界现在普遍怀疑 国际刑事法庭要如何弃捕普新呢 会不会又是指纹楼梯响 俄罗斯病团克里米亚即将满九年 普新还透过视讯开心进驻 没想到国际刑事法庭却在这一天 对他发出逮捕令 国际刑事法庭是以俄罗斯非法绑架 乌克兰孩童为由下令逮捕包括普新 还有负责俄罗斯儿童权力计划的马利亚 这项决定当然让克里米亚 气得跳脚 只是消息传到乌克兰 责轮司机则是欢呼澄清 远在美国的拜登也说 逮捕令来得合情合力 只是外界最大的疑问是 到底要怎么逮捕普京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 目前只有123个国家缔结相关规约 包括美国 俄罗斯 中国大陆 甚至乌克兰都没有参与其中 所以逮捕普京恐怕难上加难 尽管国际刑事法庭正在立案和搜证 普京其他罪行 不过只要普京继续掌权俄罗斯 想追究他的战争罪 几率十分渺茫 TB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当然了 乌俄双方现在持续在巴赫姆特基站 不过目前看起来 态势似乎有所转变 传出俄军的炮火变得没有这么猛烈了 乌军则是趁此转手为攻 乌军使用地对空的飞弹 击落了俄军的战机 同时也把所有过桥的俄军 全数歼灭 仔细看画面上白色圈圈 圈出来的是一架俄军战机 但下一秒却被乌军的地对空飞弹 直接击落 就连攻击的乌军都为眼前的景象 兴奋到爆出口 还有乌军向CNN透露 在巴赫姆特的战役 俄军似乎变成防守的那方 CNN还公布这段影片 一群俄军试图跨越一座桥 不料被乌军发现后 不到几秒就被树发飞弹 全数歼灭 尽管瓦格纳佣兵团 持续在巴赫姆特周围轰炸 想要冲破乌军防线 但乌克兰空袭部队 第71列兵旅的士兵说 敌军战车来一辆就打一辆 乌克兰军方也拦截到 俄军之间的对话内容 抱怨伤兵根本不被当人看 虽然巴赫姆特的战火 依旧激烈 但乌军相信 他们已经让俄军筋疲力尽 甚至可能有机会发动反攻行动 TPBS新闻综合报道 那么继乌克兰之后 俄罗斯上一个目标 恐怕是隶属于前苏联的摩尔多瓦 所以最近当地的民众 也是人心惶惶的 我们就来看到 美国媒体近期揭露了一份 来自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疑似在2021年拟定的 一个机密计划 企图是要让摩尔多瓦 这次来阻止他们 向西方国家靠拢 那么这个计划 总共是十年的战略 我们就带您来看到 总共分为短中长期 建立新俄的势力 而且要反对跟北约合作 另外还拿天然气来作为要挟 而在乌尔战争爆发出席 摩尔多瓦人民就相当的忧心 会遭到入侵 而俄罗斯又是一概的否认态度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强调 这不排除又是假的文件 还说这一切是 外界对于俄罗斯的 无理偏见 摩尔多瓦人走上街头 进行反政府示威游行 这个临近乌克兰的小国家 最近相当不平静 传出俄罗斯两年前就密谋 要把摩尔多瓦收为囊中物 现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机密文件曝光 标题是俄罗斯联邦在摩尔多瓦共和国的战略目标 这套十年战略短期要让摩尔多瓦 更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等 中期则是反对他们与北约合作 长期要让摩尔多瓦形成对北约的负面态度 这项计划显然是想阻止他们越来越向西方靠拢 对于西方颠覆摩尔多瓦政府的指控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严正博斥 表示俄罗斯想跟摩尔多瓦建立良好关系 但西方国家站出来立挺 英国外交大臣亲访摩尔多瓦支持乌克兰之外 更展现保护摩尔多瓦的同盟决心 就是不让俄罗斯得逞 TVN新闻综合报导 普京现在也有话要对西方国家说 除了抨击西方国家先前研判俄罗斯经济崩盘的预测失准 他还不忘挖苦英国的蔬菜荒 普兴还说了些什么呢 要来请教向如 乌俄战争影响到了全球的供应链 导致了物价飞涨 再来的话因为爆发了禽流感 因此部分国家的鸡蛋产量是锐减的 还有因为天后非常的恶劣 很多地方农作物欠收 因此现在的话 欧美国家的粮食安全可以说是拉响警报 在英国的话有超市 他们就把蔬菜实施了限购令 有一位英国的官员他就说了 如果你想要买番茄甜椒黄瓜等这些进口货的话 不如改买当地比较好种植的无精 那么这句话的话 立刻引起了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用来开酸英国 普京怎么说呢 他说如果西方国家正面临的当初 预言俄罗斯会出现的窘境 那么欧洲人恐怕得为了无精到访俄罗斯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当初战争开打的时候 不少的欧美国家就预言俄罗斯的经济会大幅衰退 那么果真如此 来看一下2022年的时候 俄罗斯的经济萎缩幅度是2% 其实这个低于外界早先的预期 为什么三点原因 第一的话是俄罗斯其实他们不缺能源 再来第二点的话是他们可以在寒冷的冬天 在这个温室种植蔬菜 带来第三点的话 他可以从好朋友伊朗那里进口大量的水果 但是也有分析师认为 如果俄罗斯要重返2021年的经济规模 仍然需要等上好几年 好 继续看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3月20号到22号即将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 那这个也是乌俄战争爆发之后的头一遭 但到底能在俄罗斯还有乌克兰当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目前西方国家持怀疑态度 因为先前大陆发布的12项立场 似乎也没有要追究俄罗斯的意思 现在美方倒是希望习近平可以跟 泽伦斯基对话 真正了解乌克兰的观点 那么传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后 双方就会通电话 但这部分目前还没有得到相关证实 而现在美国的总统拜登也相当的关注 北京宣布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下星期一到星期三访问莫斯科见普京 两人将进行一对一的会谈 以及非正式晚宴 这是去年9月习近平和普京在乌兹别克之后 两人的再次会谈 也是北京在促成伊朗和沙鲁地阿拉伯 恢复外交关系后 另一项国际外交野心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表示 美国鼓励习近平听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对于俄乌战争的看法 而不是只有普京的单方面说法 表示美方反对中方所提出 等同于给予俄罗斯胜利的停火协议 中国试图在俄乌战争中塑造中立形象 但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同时宣布中俄友谊无上限 斥责西方国家对莫斯科的制裁 指控北约和美国挑衅 中国强调所有国家都要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在乌克兰情势上 却没能明确指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 这将无法让中国成功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 至于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 克比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确认的安排 美方也没有向中方提出通话要求 TVB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好 所以习近平即将要出访俄罗斯了 根据克里姆林宫的说法 20号下午习普两人将共进晚餐 21号会正式的会谈 会后将发表声明 签署两份相当重要的联合文件 这相关的细节再请教上 习普会即将要在下周举行 也就是3月20号到3月22号 这是习近平在第三个任期首度出访的国家 即将要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来看一下这三天他们会做些什么 第一天的时候习近平下午会单会普钦 双方会共进一个非正式的晚餐 第二天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正式的会谈议题 议题包括了军事技术 能源领域的合作以及乌克兰的冲突问题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 两国会签署两份重要的文件 包括了两国的关系会迈向了一个新时代的宣言 以及中俄在2023年的经济合作计划 好那么习普会结束之后 是否习近平会和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通话呢 大家都很关注 日前的时候听说泽伦斯基 他急欲要向中国大陆转交一份他自己亲笔写的信 这也显示了他希望与大陆对话的迫切性 但是在日前的时候 其实大陆的外长秦刚 以及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 他们双方其实是通过电话的 当时库列巴他就肯定了大陆在国际事务上面的影响力 于是这一番话就被解读为 是否乌克兰希望大陆能够来解决乌俄的冲突 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员最新示警 中共可能会把老旧的歼6歼7战机改造成为无人机 用来当诱饵消耗我国军的飞弹 甚至可能会结合这个无针7无针8等大型的无人机 实施远程目标的搜索跟标定任务 中共军媒最新大秀曾数次扰台的歼16D 如何改进原型机例如取消机炮和飞弹挂架 改成挂载电子吊舱 而歼16持续扰台3月17日这一天 总共有6架次出没3处 其中包括越过海峡中线 另外直久反潜机也被发现即14日后再度现身拦于海域 附近一定有中共的船或军舰在这附近在开 不过要说飞的最夸张的是BGK005无人机 从我西南空域飞到九棚基地外海 测试出它的无人机的一些性能 或者是对于我们进行一些征收 会不会有一些船舰 它在跟船舰进行一个海空的联合演训 对岸大秀无人机能耐 而国防院副研究员书孝黄则近期撰文 中共可能运用老旧任机如歼6歼7改造为无人机担任诱饵任务 它大概基本上可能不会让它挂的 诱使这个国军发射飞弹拦截的诱饵 那个让我们这个消耗飞弹 之前不明飞机飞过我都引 当时就有一说正式无人机版的歼6 专家跟市井共军可能结合无针7 无针8等大型无人机 实施远程目标的搜索标定等任务 支持中共反舰弹道飞弹资料链 传递完全对海上目标的击杀链程序 它真的无人机可能它是需要导控 不是需要这个GPS讯号等等 或许强化我们的这个电子干扰能力 这个似乎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指出要从俄乌战争中掌握 现代战争的精髓 切记用旧思维应处新威胁 TVBS1和洪富华留听听台报道 今年汉光演习将遗失北部 来验证两栖登陆 国军将会把全台湾的海滩进行分类 假如是共军可能的登陆地点 就会列为红色海滩重点防御 那透过这地图上呢 你可以看到其中包括了林口保斗措 桃园的海湖台中甲南还有台南的洗漱 更是重中之重 联合两栖登陆是每年汉光演习的重头戏 不论是验证陆战队抢占滩头的看家本领 还是模拟守军如何击退来犯敌军 这项科目都具有指标性意义 过去都在屏东加路堂操演 今年汉光演习 军方首度遗失北部 逐围海滩 根据国军的评估 桃园的海湖海滩大概就在逐围渝港一带 就是共军可能登陆的危险地点之一 而一个是和正规两栖作战的滩案 有几个要点 第一就是它的地势要平缓 高低差不能太大 第二个就是它要有松软的沙滩 至少不能是颗粒太大的沿岸 最后就是它的纵深要够开阔 以利后驱大部队登陆集结 建立滩头堡 继续向内陆来推进 而我们实际来这边考察 可以发现这里的确非常开阔 而且重点是 它还临近台湾两大战略要冲 分别就是桃园机场以及台北港 从海湖海滩开车15分钟 就能抵达桃园机场 不到半小时就能来到台北港 若共军主力部队由此登陆强攻 可以搭配桃园机场空机将 再由台北港执行行政下卸 以及武装投送 将陆海空重型兵力在桃园集结 直接挥军台北 像这样的危险滩头被称作红色海滩 全台湾大约有14处 国军早已布下严密防卫战略 详细水文资讯列为机密 每年都会有两棲蛙人重新校正 水文资讯就是把全台湾或是我们领土上 所有的海滩水下的所有地形 我们都要做出来 我们才可以知道说 敌方可以怎样登陆我们哪里的海滩 没有办法用仪器一次扫描 就可以全部扫描出来 很多部分是要用人工去做出来的 因为近爱的海滩它的变化太大的 一个台风或是一个气候的变化 这海滩的形状就变化了 所以水文侦查是很常更新的 我们去侦查其实都是机密任务 台湾地形狭小破碎 能登陆的滩头用手指都数得出来 而且地形地貌每年都在变化 适合登陆的海岸又变得更少 但问题就出在共军的登陆载具 早已超出过去传统想象 抢滩的部分 它也开始大量运用所谓的两气战车 甚至于高速汽电船 它从换乘区到接触 这个台湾陆地的时间会大幅缩短 更重要的是 原本很多是不适合传统登陆艇登陆的沙滩 在新型的登陆载具的运用状况下 它变得可以登陆 传统登陆作战分为几个阶段 分别是两气航渡 大部队透过两气运输载具 横渡广大海面向敌岸靠拢 达到离岸约40公里时 开始进行泛水运动 施放登陆周波在水面集结 最后是两气攻击 正面登上敌方领地抢滩 每个阶段都有高度风险 可说是人类战争发展至今 最为复杂繁琐且高风险的作战形态 对防守方而言也相对轻松 所以他们采用所谓的 多层双超战法来避免 所谓的多层 就登陆部队已经分为三层 最底层是传统的船坞登陆舰 登陆艇和两气战车 但是中层却有中大型的气垫船 这类的高速掠海载台 那高层则是由直升机载运的 机降部队 与运输机载运的空降部队 那所谓的双超战法呢 则是首先为超视距的换乘边坡冲击 也就是在距离岸边约40公里外 实施登陆舰放下登陆载具的换乘作业 那另一点则是呢 超越滩头的登陆与着陆 就是利用气垫船与直升机的机动性 绕过防守严密的滩头 在战线后方实施大规模的立体垂直登陆 共军最新型的洞拐五行两栖攻击舰 就具备庞大直升机甲板 可以执行垂直登陆 还有各型高速气垫船两栖战车 可以在超视距外发起两栖进攻 躲开我方暗置炮火 虽然我方最近购置了火山不雷车 以及自制快速不雷挺 但共军的新兴战术 却可能直接越过这些障碍 海岛每一处海滩 都有可能成为解放军进攻的海滩 那任何的那个设防啊 也就是所谓的处处设防 就等于处处不设防 这样就会让我军非常难以防守 解放军车在何处登陆的这个可能性 两岸攻防台湾具有地主优势 但对手不断研发新的装备 新的战法 火军千万不能用上个世代的思维 来经营下个世代的战争 TVBS新闻李伟华顾上军 台北报道 失联的金门二胆岛守备 对上兵陈家勋遭到通气 也传出他到了大陆厦门之后 历经陆方三个单位的清查 发现他并没有利用价值 也你要将人送回来 而这个时间点还要等两岸进行磋商 不过这消息属实吗 要再来请教向如 上兵陈家勋现在的最新进展是如何呢 来看一下前立委郭正亮他就说了 这个台湾的军方很担心陈南 他会说出一些不利国军的话 好 那么现在的话真的是如此吗 陈家勋他游到了厦门以后 根据国安人士他们掌握到的最新讯息 就是经过了大陆的边防总队 还有公安局以及大陆的国安部 三个单位进行轮番询问以后 确定这是他个人的行为 没有政治动机 因此认为他没有任何留下来的价值 打算要把陈家勋送回来 只是这个时间跟地点有待商议 好 那么之前的时候 立委陈玉珍他就说了 他欠的债务有30万 可能更高200万 而且都是地下钱庄 而且可能还有比200万更大的坑 但是这些欠债的传闻 通通都被陈父给反驳了 另外就是金门的地检署 在3月17号的时候 发布了通气陈家勋 而且追溯的时效长达20年 国内政治话题 我们关注选色会成员名单被骂翻了 让国民党不到72小时就喊咖 秘书长黄建廷更是倾上火线道歉 也宣布选策会终止运作 但现在也传出阴谋论 传出这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故意要请军入卧 要逼新北市长侯友宜表态 但也有学者认为 这当中没有必然的关系 宣布选策会不完了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 亲上火线道歉韩咖 因为光是选策会的成员名单 就被骂翻了 短短不到72小时 选策会就被消失 国民党就怕选策会 还没成为对手的攻击点 先被自家人给轰爆 其中在名单上 受到质疑的花莲立委傅昆奇 就发文说支持 尊重党中央的决策 也祝福侯市长 支持侯市长 最后强调 赢回2024只有团结 朱立伦这招是请军入翁 请的这个军就是侯友宜 因为侯友宜市长到现在 仍然不敢宣布参选总统 成立选策会 跟一票憋侯友宜的表态 就没有必然的关系 问题不是在选策 成立选策会 这样子的组织 而是出在挑选选策会的 成员的组织 实在是太大意 学者认为国民党的选策会 对于民进党的选对会 出发点是对的 但问题出在成员不太对 只是随着选策会议题热议 也让还没表态的侯友宜 被提升火线 TVB的新闻 陈佑小伟大琪 台北新宿报导 而国民党立委傅昆奇 前一天喊话 要新北市长侯友宜 出来承担2024 引发了党内部分人事不满 搞不清楚到底谁是党主席 而被点名的侯友宜坦言 前一天有跟朱立伦两度通话 谈黑金 强调大家会齐心协力 这一产下去代表环状县 被环段要开始往前进了 新北市长侯友宜 是不是也要跟着环状县 往下一步迈进 蒋市长似乎买了伏笔 我要跟侯市长说 也要跟大家说 侯友宜加油 台北加油 新北加油 双北好 台湾好 这是不是在暗示 侯市长要去选2024 毕竟早在侯市长的 上一个行程已经这么说 在台海毁决 大家区域的稳定上 非常担忧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去承担 再谈总统集论数 前两天还在脸书上搭谈 拒绝黑金在任何政党出现 被国民党立委复宽旗点名 2024要侯友宜出来承担 侯市长又跟朱主席聊聊吗 主席昨天有跟我通过电话 最重要我们有一致性 对黑金是恐怖的 也季节黑金舞弊 我们一定会齐心齐力 面对这个问题 跟朱立伦二度通话谈的 还是黑金 只是现在国民党不少人 都不认同傅昆奇这样的动作 甚至认为傅昆奇比朱主席还主席 说要修正选策会的名单 对于这样的名义 国民党必须要警惕在心 别人的意见我都可以尊重 所以傅昆奇委员说 就是如果不敬理想的话 您可以接管选策会 您要怎么回应 我是谢谢大家的关心 民安问题不再回好好做事 后友宜按兵不动 先多看多听 再来下决定 TV别新闻黄军围成又想回家 而台北市的前副市长黄珊珊 也在脸书上谈到了蓝绿黑金问题 大算选举时是大将 选完却变成黑金 利益共同体事后才反过来抱怨 被解读这番话 是在剑指北市议员许巧新 而谈到黑金问题 许巧新上节目再次哽咽 我就说我爸看起来像蒋小爷 许巧新上节目哽咽 谈到国民党选策会名单 先说心凉了一半 因为拒绝黑金 但照样照剧看这段话 怎么这么相似 台北市前副市长黄珊珊 在脸书大谈蓝绿黑金问题 直指某党公子 感叹自己的父亲不是圈圈圈 没有背景就没有机会出头 讽刺的是他本身就是支持 靠着父亲背景出头的人 当时是利益共同体 现在反而来抱怨 这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 你不是应该问我要不要选立委吗 不要 我不要问那个 我根本就不要回答 我要问蓝绿黑金的问题 不是不行 他也没有特别去点名 所以我自己当然是不会对号入座 两人都不对号入座 但黄珊珊场外不敢讲的 签书会上道士大谈政治 我们忙的都是希望台湾 因为有我们这个社会更健康 台湾因为有我们这个政治更干净 我也从来没有成为所谓那些 主流政党里面的 不管是家族政治 或者是靠着自己的背景或关系 想强调自己的政治干净 但看待国民党年轻世代眼里 又是另外一回事 国民党若想要在2024年胜出 就必须听进各界的声音 我们尊重黄珊珊副市长的看法 有的政党比较年轻 也许没有面临到这些 有的没的问题 但是时间已久 我觉得政党的反省能力 怎么样去除错能力 这才是重要的事 黑金争议也意外掀起 另一个战场 TVB新闻赖重荣 花少平年轩台中台北 财宝报导 国民党因为选策会名单 引发了争议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今天早上针对预防医学进行演说 但对于国民党党内争议 他没有多谈 倒是至此的时候 他提到缺蛋问题 他说可以用喝牛奶来代替 引发了烘糖大笑 时间一出烘糖大笑 郭台铭要大家放宽心 不要想太多才能长命百岁 我觉得很多烦心 我也很堪会打仗 除了新系两岸也关心 子弟兵高鸿安如何处理新竹棒球场 好好的把棒球场输 让大家能够把棒球场赶快让他正常的恢复 我也有点惊讶 然后今天不是预防医学吗 我自己定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快乐的活到120岁 这说法是否在暗喻要更上一层楼 不必急于一时 只是上一次郭董说再等来赢的初选办法 可一个月后的党内如今早已风云变色 这是正义郭台铭比而不谈 是在担心多说多影响吗 只是国民党今日陷入选策会名单的黑金争议 最近民调跟显示只有15.7%的民众 相信国民党能解决黑金远低于绿白 就连政治光谱泛滥的民众 信任国民党能解决的也不到一半 倒数2024绿白定于一尊 方向明确 蓝铭的现状真的不容乐观 TVBS新闻红福华刘婷婷新主报道 全台的淡荒还没有落幕 法务部机查小组也进行机查 避免盘伤 囤蛋 烘抬价格 此外最近有民众发现 这个超商的大口饭团系列 蛋皮全部换成了海苔 就连烤蛋白餐盒也变成了烤豆腐餐盒 不过像这样子换蛋不换假的情况 也引发了民众抱怨 包装上蛋皮包覆住白饭和肌肉 但一打开不是黄色蛋皮 却是一张张薄薄的海苔 没蛋的还不只有这个 满满蛋白质健身人最常买的 烤多蛋白便当 里头的鸡蛋 现在也以豆腐来取代 缺蛋危机 烧尽超商 业者特别在冷藏柜上贴上 大口饭团全系列 蛋皮暂时以更替为海苔 不过价钱是完全没有变动 就民众直呼 但明明比海苔贵很多 但却还是以原价59元来贩售 不过有早餐店 是直接把单纯蛋饼的品项 直接取消 要吃到蛋饼不是不行 得要加料才吃得到 而且也不能多点颗荷包蛋 今天我会点蛋饼 我就觉得里面有蛋了 所以你就不会再另外点 因为蛋饼没有蛋的话 就不叫蛋饼 他就叫肉饼 就不要吃 改换其他的东西 现在有蛋可以说是富有 但为了防范盘商 趁机囤货 轰抬价格 法务部召集的物价联合鸡查小组 16号依据民众检举和调查 针对四家鸡蛋大盘商 进行鸡查 而受到这波禽流感影响 除了闹蛋荒之外 白肉鸡数量也大幅下滑 从2月初入除数量520多万只 现在隔周就马上下滑到470万 到了这周最新统计已经来到400万只出头 显然市场上已经有警讯出现 就连金门也发现国内首例 仰机场有H9N2停留感的案例 就怕传出擒传人状况 全场扑杀消毒 这阵子的一波波危机 恐怕还没办法那么快平息 TVB的新闻王新唐 周永轩台北采访报道 最近如果想要换家里旧的冰箱或冷气 有机会可以省一笔 经济部的补助方案 再加上财政部的减征货物税 民众买新机最高能省下5000元 各大卖场也趁势推出优惠 换进您的家电也要换新了吗 经济部的家电太旧换新补助 从2月1号起就开放民众来申请 只要是把家里旧的冷气或是冰箱 换成能效一级的新机 每台是可以补助3000块 另外再加上财政部也有提供的减征货物税 最高可以退税2000块 等于是一台新机 最多您可以省下5000块 冷气开启 缓缓吹出冷风 家里冰箱久了 空间不够用 温度不够冷 也考虑换新一下 太旧换新补助 今年加码到3000元 再加上货物税减征 带动买气 抢抢棍 一台冰箱本来定价是一万三 现在连一万都不到 我觉得是有用的 像冷气的话一台少 所以都是要两万左右 如果说好的 这样退税起来 可以省下差不多四分之一 我觉得听起来还不错 趁着买气爆棚 业者也趁势推优惠 加勒服LG变频冰箱 14490下沙到10900 东元变频冰箱也便宜了8000块 买冷气满5000 再者500块 全国电子则是推出套餐优惠 小资成家套餐 10万元构足12种家电 包含三星液晶电视 LG变频冰箱 微波炉 除湿机等等 灿坤则是有家电免3万专区 包含三星的电视 LG变频洗衣机 深保变频空调 最多下杀七五折 不过随着原物料以及晶片飙涨 三月上市的新机种又迎来一波涨势 万物结账已经是回不去的事实 政府业者力推不自己优惠 就是希望民众愿意掏钱买更节能的家电 区别新闻 十多山云捷台北重报道 那想要买房到底要准备多少钱才购呢 根据统计想要在六都或是新竹制产 平均要准备184万到354万的自备款 其中以台北市跟新竹市最高 我们来看报道 它两房其实都接近是主卧室 主卧室一个大小 然后我们做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 这边一个洗碗机一个设备 因为现在很少厨房 现在那么小空间还有做到洗碗机 然后跟一个除下型的一个热水器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在新北新庄这一间房 全壮24坪 含车位1550万 建案才推出没多久 询问度就报表 像是这样小而巧的房型 近年来可是稳坐房市主币 想要买房的话 第一步要到位的就是头期款了 我们看到了联征中心的最新资料显示 在去年第三季六都加上新竹地区 若不考虑第一次买房就选择台北市的话 年轻人的自备款至少准备180万到270万 才有可能圆梦 以这一间1550万的房型来说 就得要先准备两成至少300万的资金 才可能下得了手 不过在高房价同时高物价供料双涨的势带下 针对头期自备款的弹性也出现变化 以往其实预售大概两年就完工了 因为现在其实原物料一直涨 包括缺工缺料 所以导致双北很多的建案 在工程期上都延长了 甚至很多建案到五年 它才会完工 它现在预售它前面定迁 甚至可能有的10%到15%的一个自备款 那剩下的5%到10% 它就让你放在工程局去美其去分担 去付款的方式 所以它相对的它的付款方式就对消费者也比较轻松 也没压力没那么大 款款时间拉长 减轻不小负担 但总价依旧很可观 头期准备多少才足够 根据房仲业者统计网站数据 发现消费者在网站上输入的购物资金条件 搜寻七都物件的网友 平均准备的自备款 落在187万至325万 又以台北市新竹市的网友 所准备的自备款为最高 不过在月还款金额的部分 则普遍期望能够压在3万元以下 在双北市因为房价比较高 所以我们观察发现 其实父母资助的比例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另外一个比较要注意的是 很多民众 现在会申请30年期的房贷 作为一个主要的房贷产品 那这样的产品 它虽然说每个月的还款金额 可以少三分之一 跟20年期的还款方式来比的话 但是它长期来讲的话 它的利息也会比较多 尽管台北居大不易 但仍有不少人在台北购屋 背房贷 从连政中心统计资料细看 2022年在台北购屋房贷状况 发现年收100万以下的房贷族 就占了将近一半 来到45.4% 年收100至200万的族群 也高达32% 等同去年200万年收以下的购屋者 就占了将近八成 打破高收入才能在台北买房的米丝 当然啦 蛮有可能是父母会去帮忙的 或家人呢 就会提供一些这样的资金 口气管的存法呢 我会建议呢 就是专款专用 同时呢你要设定一下 你要买房的目标回推回来 即便你选择一个还不错的金融工具 那你可能都要花非常久的时间 那离你的目标会非常的远 你可能就会想说 那我就要存这个报酬率高一点的工具 可是风险相对较高 那万一最近就发生嘛 什么西谷银行 或者是搞不好哪天又有疫情又有什么 当你在买房的那一刻 结果市场是往下的 是不是有点紧张 今年目前来看 在上半年来的一个市场 它其实有一些去年下半年 市场不好的一些地也买盘 那整个看起来市场上 可能的交易状况会比较呈现稍微稳定一些 但是下半年来讲 它是紧接着会有一个总统大选 那总统大选其实对方式来讲 多少会有一些干扰 大环境快速转换 从2022下半年房市热度激动 但今年农历年后已有缓慢回升趋势 但回归卖房关卡还是得先跨过自备投期款第一关 今夜最新是出道37年的香港天团 曹猛睽为13年再度唱回台北小巨蛋 充分的曹猛也为台湾歌迷排编了限定组曲 三个人还连换五套的造型 让演唱会宛如一场大型时装手 苦等真正13年 曹猛终于唱回小巨蛋 站在超过三层楼高的 几何造型LED墙前 少不了招牌舞区 你们还在坐着干嘛呀 一起起来 来吧 热情交给我 好像一把我迷惑的表情 三人全换上水蒜亮片舞台服 尤其蔡依杰胸前大开升V 展现苦令一种的好身材 满场一万名粉丝陷入疯狂情绪 选择台湾作为巡演首站 也是因为有极深的情感 歌单特地重新编排 还选上1995年时写的台语歌曲 前后更换上五套华 嘉宾邀请到嘻哈歌手熊仔 累积满满的好人员 包括张小燕 罗志峰 苏惠伦等人 都到场观赏 曹猛出道37年 线上最大诚意 让人看见宝刀未老的实力 这位巡舞剧演唱剧 SN小鼠台北怎么到 南台湾高手则有韩国女团 Blackpink开唱 一票难求也出现了危险举动 有歌迷竟然冒险爬上了场馆的栏杆 要一睹偶像风采 还跟现场工作人员起了口角 我们要连线记者林嘉宜 好的 主播隔着白色栏杆 场内传出阵阵尖叫声 Blackpink演唱会开唱 买不到票的粉丝在场外也想看 竟然冒险爬上栏杆 一个人这么做之后 其他人也跟着效仿 两手握着栏杆就往上踩 就想看到心爱的偶像 不过这个危险举动 被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之后 马上被制止 严厉呵斥 要粉丝都离开围离 退到后面去 不过这也引起了部分民众不满 红专为什么不能站人 男子口气越来越凶 讲话越来越大声 与工作人员吵了起来 站在一旁的女子也加入战局 他不满工作人员将他赶到后面去 还批评主办单位 应该要架起封锁线或巨马 在没有设置的情况之下 不能限制民众靠近 场内热力四射开场 没想到场外也发生了意外插曲 以上是来自高雄的详细情形 把镜头交往给棚内 Blackpink晚间开场是嗨翻全场 而时间回到今天的中午 四名团员搭飞机抵达台湾 入住饭店之后 Rosé还发了动态 介绍他的房间 在保姆车上尽情自拍 Rosé研发两则动态 看得出二度来台演出 有藏不住的好心情 到达下榻酒店 只见两个枕头中间 有一只粉色的米飞兔 围着一条红色围巾 Rosé也附了一个小爱心 似乎觉得兔子很可爱 28号一早 他们从韩国起飞 准备来台见粉丝 台湾时间九点多左右 韩国女团Blackpink 成员分别抵达韩国机场 率先抵达的是Lisa 她戴着黑毛帽围巾 对着镜头挥挥手 用双手比爱心 入关前还不忘做出飞吻动作 听接着Juice 也搭着保姆车到机场 边鞠躬边挥手 开在头上比爱心 Jenny则是一件水蓝色外套 里面戴一件帽梯 用墨镜遮住受伤的眼睛 快速走入机场 最后轮到Rosset 登场 她以一头亮眼的发色亮相 还特地停下脚步 比出个脸颊爱心 四位成员准备搭专机来台 还在韩国机场的停机品 拿着黑色名牌包 穿着一起oversize的皮衣 起飞前拍下美照 而在台湾的小港机场 大批粉丝老早就等在这了 全卖机身 唯一有三道色彩 Blackpink专机来台 这架载着四位成员的飞机 降落在高雄小港机场 机场外不但有大阵仗的媒体守候 更是有十几部黑头车 以及二十几名超过180公分的保镖 在等待接机 粉丝更是快急爆天桥 急在栏杆的缝隙 只为了见偶像一面 四人下机后通过礼宾步道 第一个走出来的是Jenny 她快速上了保姆车 接着是Lisa 她照样包紧紧 快速上车离去 轮到Rosset 走出来 她热情地向粉丝挥挥手 还比了爱心 最后是拘束 在车门关上之前 她探出头来 不但挥挥手 还放松一颗爱心 上百位粉丝拿起手机狂拍 现场尖叫声不断 TVBS新闻 黄小席 徐志宏 SNG小组 高雄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